人的体重跟两个因素有最大的关系 就是一个进一个出 你进的比较多 出的比较少的时候 积攒就会比较多 这样就容易胖起来 进的比较少 出的比较多 运动量比较大的时候 它就会瘦下来 因为你的能量在不断地消耗 你的脂肪也会分解 这个跟攒钱是反着的 怎么能攒钱呢 那就是你要进的比较多 出的比较少 这样你的财户就会慢慢的积累起来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柳叶大叔看世界 我是柳叶大叔 今天是2024年的2月14号 星期三 今天是情人节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我们今天先不聊情人 过两天我们再聊关于感情的问题 今天接着昨天的话题我们继续聊 昨天聊的是睡眠和休息的话题 今天我们接着聊有关于健康的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那就是运动 说起运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贾琳最新的喝碎电影热辣滚烫 我现在还没有看过两天可能抽空去电影院看吧 北美这边电影院应该也有放 他这个电影的英文名我觉得起的挺好的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活一次 我们每个人都只活一次 我们要如何健康幸福的去体验人生呢 每一个能够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特别优秀的 要知道在出生前你要跑赢上亿个兄弟姐妹才能成为受精卵 然后在母体里孕育成长再出生到这个世界 所以这一个机会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也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 最少我们能在那么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 之前关注过大叔频道的朋友们应该都了解 我也是特别喜欢运动的 下面就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来聊聊运动这个话题 我的体质是属于比较容易发胖的那种体型 我总是说自己喝凉水都会胖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 如果我在饮食和运动方面没有均衡好的话 我的身体就特别容易发胖 但是当我一旦运动起来 我去减掉身上的脂肪也是很快的 我上中学的时候身材还是比较好的 还是比较正常的 那时候大概110多斤吧 上了高中以后 因为高考有压力 晚上吃的也比较多 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运动 当然我也一直在保持运动 等进入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体重大概已经是接近 有14050斤吧 后来在大学我就开始坚持 一直也是坚持锻炼 每天早上基本上也都是六七点钟就起床了 早上运动大概一两个小时吧 四年时间几乎从来没有中断过 开始工作以后 我的运动量又开始减少 然后吃的东西呢没有减少 跟以前水平是差不多的 而且就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压力 我一般压力大的时候可能会吃的更多 因为吃的时候它会有一种食欲的满足感 会有一种快感吧 它那个可以转移你一部分压力吧 中间断断续续也在坚持锻炼 有时候是早上早起锻炼 有时候是吃午饭前去跑两圈 然后再吃午饭 中间坚持的时间都没有超过一年吧 到了2016年还是2017年前后 我的体重又回升到超过180斤了 这边都是用棒的 我那时候称重的时候 反正是超过200万以后 我自己都不敢看了 都经常就是不敢再称了 而且开始体能明显也会下降 感觉做什么事情都有点力不从心了 有时候弯腰去穿个袜子都会气喘吁吁的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我又开始决心增加我的运动量 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平 所以从2017年到现在大概七年的时间吧 我几乎也是每天锻炼一到两个小时 几乎没有停过 就除非特殊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啊 或者是出去旅游啊玩啊 不在家里的时候 这个阶段可能会暂时停一段时间 其他的时间不管是风霜雨雪 都是照出来不悟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 我的体重又在不断的下降 到了2020年的10月10号哪一天 又降到最低 大概降到了120斤左右 如果大家看过我那个万物的起源 那个视频的话 我在里面讲过一句话 就是波声万物 万物随波 任何事情它都是会波动的 包括人的体重也是会波动 它有最高点就有最低点 有最低点到了处底的时候 就开始反弹又往回走了 所以从2020年的10月10号以后 就又开始慢慢的往回走 回到现在这个状态 大概是140到150之间吧 这个体重对我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再稍微降一点 130到140之间可能就更好一点 当然我还是在坚持着运动 人的体重跟两个因素有最大的关系 就是一个进一个出 你进的比较多 出的比较少的时候 积攒就会比较多 这样就容易胖起来 进的比较少 出的比较多 运动量比较大的时候 它就会 就会瘦下来 因为你的能量在不断地消耗 你的脂肪也会分解 这个跟攒钱是反着的 怎么能攒钱呢 那就是你要进的比较多 出的比较少 这样你的财户就会慢慢的积累起来 减肥就是如果你想控制体重的话 那就要进的相对少一点 然后出的尽量多一点 像我们之前聊过关于食物的问题 所以你进的不能太少 你一定要保证一定的足够的量 最少要保证自己能够吃饱 而且要营养全面均衡 在这个基础上 你一定要使自己的 不管是你的运动量 或者是大脑思考 因为你其实最消耗能量的地方 是你的大脑 你大脑思考了比较多 或者是说白天工作的时候 你思考用脑的时间比较多的话 你体内的热量和脂肪 消耗的是比较快的 如果你工作上比较清闲 那你就要用适当的运动 来消耗你体内的一部分能量 要让这个消耗掉的能量 多于你摄取的能量 我当时减下来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清断食 大概就是按照168的清断食的方法 把所有的进食保证在八个小时以内 我刚开始是八个小时 后来是六个小时 最短的是大概四个小时 也就是我的进食两顿 可能在四个小时以内 早上吃一顿 中午吃一顿 中午以后基本上就不吃了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开始吃 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它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但是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效的 清断食期间 当然说是你可以把三顿的量 并在两顿里面吃 但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在吃两顿的量 肯定是比吃三顿的量要少一点的 所以在清断食的过程中 它也少许的有一些控制饮食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有帮助的 清断食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处 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专门做一段影片 来专门讲这个断食的问题 这我再次强调 这个每个人的身体 它是不一样的 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的身体 它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它虽然适合我 但是不一定适合大家 刚开始的时候 你的饥饿感会比较强 可能比较难坚持下去 你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饥饿感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到最后甚至可以消失 我一般到了下午的时候 就是喝茶水 刚开始的时候晚上忍不住 那我就回去再吃点沙拉坚果之类的 晚上那个一顿就慢慢的完全就剪掉了 我这个方法其实是从 我的两个前同事 比较年轻的同事那边听说的 当时他们说 这种方法很有效 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吧 觉得年轻人他们了解的东西吧 比较广泛 我现在还一直在坚持轻断食和适当的运动 相结合控制自己的体重 当然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减肥 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身体的健康 身体的健康是大于一切的 就好比我当时减到120斤左右的时候 已经开始出现轻微的低血糖的症状 就是你有时候可能会感觉四肢无力啊 可能会有点晕了 感觉做事情没有精神 这时候你就知道你到了极限了 所以控制饮食和运动量 都要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以内 特别是你的饮食一定要保证充足 因为每个人我们每天要工作 要运动要思考 它都是需要消耗能量的 如果你这个能量供给不足的话 身体就会越来越弱 所以尽量保证食物的充足和多元化 在此基础上用额外的运动 来减掉身体内的一些多余的脂肪 当然运动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包括有氧运动啊 像我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有氧运动 经常在户外走一走 还有比较好的就是你可以慢跑 慢跑不是特别适合我 我年轻的时候经常会慢跑 但是后来体重增加之后 在慢跑经常那个关节和脚踝那个地方 会有会特别疼痛 你刚开始运动的话 如果酸疼那种很快一个星期之内会消失 这种是非常正常的 没关系 但是如果长时间的疼痛 它没办法消失 那你就要减少运动量 或者是换一种运动的方式 对我来说 慢跑就不太适合我 后来我体重降下来之后 我再慢跑还是会出现这种现象 就是我的脚踝和膝盖会刺痛 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再跑步了吧 经常都是快走 就是走的速度比较快 然后你一样可以把自己的心率提到 每秒140啊 150左右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出很多的汗 也是可以保证很好的新陈代谢的 除了有氧运动之外 还要增加一些力量训练 有氧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体能 我们的耐力 力量训练的话是增强我们的肌肉 肌肉它比较多的时候 它对能量的消耗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如果你身上的肌纤维比较多 你对热量的消耗也比较快 这样更容易保持你的体型吧 这也就是一个正循环 你如果身材越好 肌肉越多 你越容易保持身材 如果是你的肌肉量比较少 脂肪比较多的话 反而会越来越胖 适当的力量训练 也是要结合到有氧运动之间来的 但我不是特别建议 你一开始就要去办卡 办会员去健身房 你要先找到一种 你自己能够坚持下来的运动方式 好比你可以在家里做一些 我蹭啊 养我起坐呀 这种力量训练 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 你可能需要 你感觉你需要更专业的指导 而且你已经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坚持下来 任何运动方式 你坚持到一年以上 你再考虑到正规的机构去接受训练 除了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之外 还有一些加强柔韧性的运动 好比舞蹈啊 瑜伽啊 这些也都是特别好的 我们每个人 你平时可能注意不到 我们的关节 我们的肌肉 很多时候 如果你不进行拉伸训练的话 它是很僵硬的 刚开始接触瑜伽的时候 我以前我以为我的身体还是很柔韧的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一直会伸伸腿啊 打打拳啊什么的 也会经常叫压压腿 但是当我刚刚接触瑜伽的时候 才感觉到哇 自己的肌肉原来这么僵硬 所以我当时还发过 有感而发发过一个朋友圈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我当时发的朋友圈 还有一些其他的团体运动方式 比如打球啊 很多人在一起 大家不光可以运动 还可以有一定的社交 还可以培养团队协作的精神 这些都是挺好的 多种运动要结合起来 首先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特长 然后再综合这些因素 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运动不仅仅是能够增强我们的体魄 而且对我们的精神健康 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你在运动的时候 可能你就会忘记生活中的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负面的情绪 还有像我在早上 在快走的时候 基本上我就会放空我的大脑 我的脑子里面是什么都不想的 就是一片空白 所有生活中的事情 工作上的事情都跟我无关 我就是进入了一种完全 我有时候连路都不会看的 因为当时走习惯了 你不用看路 你自己知道在哪在哪运动 所以我不鼓励大家在有车 车流比较多的地方运动 最好是在公园里面吧 我基本上都是在公园里面 所以也不会有车 也不会碰到别人 有时候狗狗向我跑来了 我才从我的运动的那种沉浸当中 一下醒过来 狗狗来了 放空自己的思维也是特别重要的 你脑子里面装的东西太多了 它就会负担比较重 在你运动的时候 什么都不要想 这种自然清空的状态 对你的精神修复会有更大的作用 昨天下完雪 今天太阳就出来了 还好化冻了也不是特别冷 今天 但是风有点大 不知道收音怎么样 因为室外现在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都在零度以下 所以我在走的过程中 还要保证一定的速度 也就是我现在还是处于半运动的状态 保证我身体有足够的热量吧 等到了天热的时候 我可能再走起来就可以慢悠悠的走路 然后陪大家聊天 那边飞机来了 不知道能不能拍上 好了今天就先聊这些吧 明天再见 拜拜 点赞关注一起追寻幸福吧 听说明天热的时候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